刘更红的儿子小宇恩一直被外界当成女孩看 因为她有一头无黑长发 起因是宇恩想帮助流浪汉 妈妈觉得小宇恩有这样的爱心很欣慰 但是为了想让她懂得 通过自己努力赚钱去帮助别人 才会有更深的感觉 于是妈妈和宇恩商量 鼓励她留起长发 以后可以捐给患癌的小朋友 因为留长发 她经常被误认为是女孩 在学校受到很多欺负和嘲笑 甚至被要求离开男侧去女侧 终于小宇恩坚持下来了 留了三年的长发 达到了绢发的长度后 她就参加了百人绢发活动 并由宇恩担任代言人 跟别人一起做公益